诗篇第132篇 耶和华呀,求你纪念大魏所受的一切苦难。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,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,说, 我必不进我的帐幕,也不上我的床榻,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,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,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,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 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,我们在激烈耶林就寻见了。 我们要进他的居所,在他脚凳前下拜。 耶和华呀,求你兴起,和你有能力的约柜,同入安息之所。 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,愿你的圣民欢呼。 求你因你仆人大魏的缘故,不要厌弃你的受高者。 耶和华向大魏平城时起了事,必不反复,说, 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,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,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,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,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,说,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,我要住在这里,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,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,圣民大声欢呼。 我要叫大魏的脚在那里发声,我为我的受高者预备明灯。 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,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。